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延安这个地方 因为那是革命圣地 因为党中央 毛主席 在延安生活了13个春秋啊 从中华四代共和国 最后被迫走上长征之路 那是红军中央落脚点 落脚在那么一个贫瘠的地方 一住就是13年 这13年 毛泽东思想得以成熟和发展 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边 住宿最多 内容最丰富 最著名著作叫 《论池九战》哪写的 延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哪写的 延安 为人民服务哪写的 纪念白券哪写的 延安 实践论矛盾论哪写的 延安 先是给延安抗尔军政大学的学生讲课 最后把它整理成文字 最后变成 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哲学部分的最丰富的内容 直到今天 毛主席那辩证法大师的思想 还在如此深刻的影响着 我们这代人 以及下边更年轻的共产党员同志 到延安之前 我跟你说 很多人对毛主席不服 他们觉得毛主席 书没他们读的多 学历没他们高 普通话没他们讲的好 俄文不会 毛主席上学的时候 学过几天的英文 那英文也没过关吗 俄文更不会 嘴不会打嘟嘟 这么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系统的完整的阐明了 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呀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谁呀 中国革命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前途 革命前途是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是毛主席描画勾勒出来的 最后来彭德怀林彪不说了 张文天博古等 这样一些同志在内 这毛主席心悦成福啊 王家祥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家祥也是苏联回来的 也是百分之百的 布尔什维克 王明那时候都被迫交了一个检讨书 因为你明面上你讲道理讲不过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积极的思想斗争 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是全党统一认识非常重要的前提 伊丽夫人太牛了 一说毛主席我们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我就想起来 现在我们的二十大题出了一个 一个新的口号叫做历史主动精神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这都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说 一经八卦阴阳语 这都是一种洋气动力推动者 用今天我们很多企业创业的这种 这种什么创业史比较 延安的是中国革命创业之初 第一把创业在井冈山 第二把创业到了中华思维共和国 第三把创业就到延安了 大家记得不记得 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挂着 中华思维共和国的牌子 后来国共合作 那就拿掉了 变成闪干宁边去了 创业之初百事难 陈毅说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全台招救部 旌旗十万 斩延罗 那是随时要掉脑袋的 那是天天饿肚子的 那吃不上穿不上的 大敌当前 敌人太强大了 知道吧 延西山 那对我们来说的工程很大威胁 更不是说胡宗南辣 老蒋中央军全调过来 延安怎么办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党那么弱小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靠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靠总结经验吃饭 靠批评自我批评理论 联系实际 我们党就能从延安那个贫瘠的山头走出来 走向全国实现 全国的胜利 所以这经验太重要了 毛利家陕北这个13年 延安作为革命的落脚点 革命的出发点 这太厉害了 黄土地上 并非我们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都是一片红通通啊 啊 都是革命坚定性啊 不是的呀 有叛变的 有变质的 有特务啊 有内奸啊 有失落 有骂娘 发牢骚 写小字报 还有很多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呢 知道吧 直到今天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了 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强大的能力了 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年轻的一代 80后 90后 00后 小东西们看世界都平视了 我们也有一些人 见了美国人 还是缺盖 骨头酥 肉麻 嘴哆嗦 表情不自然 老想给人呼噜呼噜胸口 给人吹吹后背捏捏尖 怕人家美国大佬 也孔美宠美 妹妹 今天我们这么强大的软骨震撼还没消 当年延安革命力量如此弱小的时候 有动摇 有徘徊 有失落 有人便捷投敌 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 之所以延安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去汲取革命力量 大会开过之后 中央领导集体到延安去 就是因为在延安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 是信仰 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是坚持 延安这个地方 我重走长城路的时候 我从这家江西一都一直走到延安 延安这个地方 印象最深刻的是 三五年十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启镇 1948年3月 人必是那时候身体就不好 渡过黄河 离开陕北 前前后后 十三年 有人迷信说十三不吉利 谁告诉你十三不吉利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 毛主席在延安 十三年 大吉大烈 开业大吉 到1947年38号 中央撤离延安 陕北转战 三百七十天 延安这地方是一块革命福地 延安这个地方 要记住的人太多 我前几期节目 跟大家讲了那么多人名 今天我跟各位说说 黄克宫 还有张国焘 这两个人不一样 黄克宫 我有个朋友叫张志强 军艺的 波尔生导师 著名作家 拍了个电影 作家他编剧编了个电影剧本 然后拍了 就讲黄克宫的 黄克宫有功 二十多岁小伙子 他在二十几 二十四还算是二十六 小伙子 搞对象 二十六 刚过二十五吗 黄克宫 红军旅长了 九死一生 爬雪山过草地 旅长了 搞对象 看着一个闺女 那闺女呢 是个女学生 陕北工学 只搞对象 这个东西啊 两个人都愿意 好了 有一个不愿意 吹了 你愿意 他不愿意 也吹了 一票否决 这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但是这个革命很坚定 打仗很勇敢 有灵活激动的战略战术 也会做群众工作 群众纪律 休好无犯 革命坚定性很强 偏偏不会谈恋爱 谈恋爱这事 是个复杂的事 哎 原来学生女学生 对我有点意思 后来怎么就不干了 情绪冲动 文化也不高 就把枪拔出来了 然后 把那姑娘给打死了 陕北一个女学生 好 这事麻烦了 这事 当时陕甘定编区 它是国民政府的系列编制嘛 编区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国民政府 陕甘定编区 编区高等法院审判 审判 他还说那你杀人呢 杀人得被判处死刑 很多人说他革命有功啊 很多人他身上带着伤啊 很多人让他到前线杀日本 他自己表示说 我愿意死在战场上 毛主席给边区法院院长写信 说正因为他革命有功 所以像这样的失掉人性的行为 不可以原谅 就是要用这样的例子来教育全党 这个案子直到今天影响很大 大家去看看黄克宫那电影 编剧张志强 1938年 在延安还一个大事 这些大事知道今天都是党史上重大事件 张国焘啊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牛人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最后我们建党的几部电影里边 张国焘的戏都太少了 张国焘是个主角 南辰北里 南边是陈独秀 北半李大钊 两个人都没参加中共一大 上海失控门的开会 张国焘主持会 我们有个电影 这也佩服编剧厉害 他写这电影的时候 最后呢 把这个中共一大代表 李达的夫人 叫王慧悟写成女一号 好像是李达他老婆 他们在那组织了一个党 开了一个会 我看那部戏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个编剧厉害 当然唯一作品嘛 他不能要求绝对真实 但是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那你至少不能 要不敢说了 不敢说 我倒就打住 就算我没说 还说张国焘 张国焘 他是陈根宁编剧副主席的身份 英明去黄帝陵祭扫 祭扫就祭扫吧 上了国民党高官的汽车 然后呢 撒鸭子叼了 在哪去了 去了戴吏哪了 戴吏就国民党特务 给戴吏手下当个小特务 专门的教那些背叛者 及将要打入中共的那些人 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高级干部 怎么对待中国共产党 怎么对付中共产 你说 你说你要是怕死吧 你逃了也可以理解 你想发财 你做生意也可以理解 你到戴吏手下当个小兔 张国焘你作为出席一大的代表 他是我们党内高级干部当中 唯一的一个见过列宁的人 曾经啊 在长征路上跟着毛主席和周老总会师的时候 他呢 八万兵马 兵强马壮 毛主席那大阴雨天 然后呢 站在下雨的地方 等着他来 哇 一看张总司令 人高马大 气势令人 然后把彭德怀拉过来 给彭德怀送好吃的 彭德怀少来救军的这一套 然后又从朱德嘴里面打探出 中央红军现在呢 人数很少 啊 伤病员非常难 他就有了反叛之心 闹分裂 后来被迫无奈才回来 这故事讲来就长了 反正是最后 叛变革命了 张国焘啊 恩来同志 那么苦口婆心啊 随时欢迎他回来 张国焘去意已决 最后变成 代理手下一个小特务 然后还跑到江西当教育厅长 民政厅长 教育厅长 我也记不清了 最后 中国革命成功 他一看 啊 大势已去 到香港 香港人家叫他写回忆录 弄了点钱 最后死在加拿大 因为他两个儿子在加拿大 死在加拿大的老人院里 加拿大 太冷了 半夜 躺在床上 就一个毯子 那窗户他很老了吗 行动不变了 那窗户不知道谁没管 毯子掉了 他就在那活活冻死了 悲剧人物 但也叫活该 延安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延安很多故事对今天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 我去过那地方 我在那做节目 四川冒功啊 冒功会合 那张国焘 那牛大夫 拥兵自重 另立中央 那个时候 在张国焘的心里边 陕北市鸡肋 持之无畏 弃之也不可惜 关键是 党中央高层 他认为 唯有他来主宰 要官 甚至是给他手下的人要官 啊 征常委的位置 征常委的位置 知道吧 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选择背叛自己再次南下 结果呢 后来走上当特务这个不归路 这些事都是在延安发生的 所以就是陕北的延安 毛主席感慨说 延安是革命的落脚点出发点 黄土地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今天回想起来 不能不感慨 毛主席对 毛主席高明 毛主席比他们很多人都高明 毛主席在一次又一次中国革命的几要关头 包括延安的13年 没有毛主席运筹帷幄 没有毛主席呢 高瞻远瞩 中国革命不会那么快顺利的 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了 没有毛主席 中国革命成功 还要不知道多少年 1947年3月 毛主席转战陕北 几次过黄河的机会 毛主席坚持不走 毛主席的延安有感情 毛主席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了 那时候还不到13年嘛 老百姓供养我们 一遇险情就跑 对不起山北人民 这就是毛主席的人民观呢 毛主席 人民至上的观念 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毛主席把人民请得高高的 所以毛主席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毛主席活着那会儿 有几亿人 就几亿人 当然坏分子不算 愿意为他赴糖倒火 我们从那个年代经过 那是真的 有人说那是因为个人迷信的宣传 你给我搞个个人迷信 我看看 他怎么不迷信你啊 为什么迷信毛主席啊 就是因为毛主席把人民高高的举过头顶 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如果说延安精神 今天我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精神的话 我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 要高高的举起来 延安精神 核心之第一条 人民之心为心 乃为延安精神 重中之重 核心之核心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